西西哈尔这个早市叫做龙沙早市 其实站在这里看还是蛮大的 卖吃的地方都是有一个个小棚子 还挺规范的 看一看里面有卖什么的吧 各种酱货 吃下货 吃下货 好吃还辣 红盘 卖烧鸡的坦率 这做的是什么馅饼啊 啊 这西哈尔这个叫做火勺 五块钱两个 这个火勺跟辽宏宁的火勺可不太一样 烧鸡 熟食 口囊 一块一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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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把这边用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种撞锅的大扁子好像这 这家馄饨排了大长队 看这家馄饨人比较多 摊位前全是站牌的 刚刚就站牌站到这个大饼的摊位门前了 看看这个东北做生意的人凶不凶 两嗓子把顾客全喊跑了 包子谈位也都是人在排队 四个门子再来两个 哇 这啥门呢 五十五十五十四十五十六十 h 我给你unter 来 来 来 还没点几天呢 十一月中旬以后吧 马团 油渣糕 牛条 一块五的价格应该很好吧 馅饼摊也人满快了 各种炸会 鸡柳丸子 小炸鱼 然后皮肚 炸鸡脖子 切盒 这个油条看着非常棒 厚很大 然后很粗 这个应该是壁子 应该是甜的 其实来找事里面 我觉得韭菜盒子是比较好吃的 就是它现在烙这个东西 里面是韭菜馅的 一般的这个炸鱼饼啊 还有麻椒鱼饼 还有麻椒鱼饼 麻椒鱼饼 一般这种摊位都是夫妻当 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这些是一千多的 我直接吃了 他不是肯定这是我们吃的 这就是我们吃的 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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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来那些 早餐里面的包子还卖的挺多的 有肉的 有羊肉的 还有羊肉的 有羊肉的 15 还有羊肉的 15 15 10个的 这饺子包子静静剔透的 看着就应该不错 肉蛋宝 肉蛋宝在找事里面 基本上算是当家华大的 等我当家华.ug 来尝蛋 Marc 这个筋饼还挺特别的 半手工 半机器 直接出来就是筋饼 酱香饼 葱花饼 现打的豆浆 这个 拿三块 再来 拿这儿 先给他要个三块去吧 这个啊 拿这个可以说的 这个啊 拿这个啊 这个啊 拿这个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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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包 面包 现烤面包 肉蛋包又开始排队了 就是在东北这种早事 你看排队的大多数都是肉蛋包 这家还是肉蛋包也在排队 每家肉蛋包都在排队 这是新疆的烤囊 不得不说 这7000哈尔早是很规范的 一边是主要卖早餐的 另一边像这边卖的都是肉类 生鲜水果 这边都是卖水果的 我发现这个季节在七哈尔早市里面卖葡萄的比较多 这种分区真的挺好的 因为很多早事 是卖吃的和卖菜的混在一起 人多的地方排队会堵住路 影响其他的摊位 这种分开卖菜和卖吃的不在一起 又会有一种很井然有序的感觉 这种蔬菜价格都不会很贵 基本上就是平民菜市场 花生米六元几 地瓜五块钱 土豆五块钱 蒜苔 还没高水泡 你卖四块五块钱三斤十块了 我吃你放三斤五斤